台股虽然今天受到了影响 但是向下回测 目前9700点是有手的 刚刚部分的大型龙头股开始跌是有收敛 甚至开低走高翻红 那今天盘面当中 甚至还有一些抗跌走强的明星个股 我们赶紧带你来扫描一下 今天抗跌走强的明星个股有哪些呢 像是华元 华元呢他们砸下了20亿元 要买下加州的酒店 另外还有像是4414的如新 如新呢他们未来将会采用环保的新制程 在今天股价也算是逆势抗跌有称 再来就是看到6230的操纵 操纵呢在前两天自己逆势突围 股价创下波段新高的表现 受惠到了5G车联网的题材在座加持 在今天一样也有续航的力道 还有像是6558的新能高 新能高呢这个离电池的厂商 这个蜜月行情也是相对火热的 2013的中刚购 中刚购则是受惠到了台积电设备的订单 所以在这里呢都有一些偏多反应的情况 那在这里可以很明显可以观察到 这些个股呢大部分都是一些中低价的族群 实际20块 那另外除了看到超重今天波段高点 最高有来到121.5块钱 但是今天还是维持在高点附近的震荡徘 上涨了4.8% 其他相关的个股其实股价位阶也不高 而且也算是中低价的族群 现在各有题材到底有没有机会能够在这个混沌的行情当中 走出自己的路呢 操作面如何解读 赶紧为连线道专家永峰期货的林汉伟分析师 汉伟你好 武安 小轩武安 大家武安 好 请教汉伟了 其实看到了国际股市在这里动荡不安 台北股市能够力手在9700点 也算是相对抗跌了 不过现在行情比较不稳定的同时呢 现在市场上的焦点似乎往个股来当作重心了 不过目前为止看到大型龙头股似乎比较碰不得 所以很多中低价或中小型的题材个股 都能够在这个行情当中逆势窜出头 所以刚刚提点到在今天相对抗跌有称的明星个股当中 这类的方向有没有哪些续航力值得再做观察的呢 我觉得当然从今天的一些抗跌股里面 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市场的一个方向 那但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像所谓的操纵的部分 其实最近散热模组相当的一个彪悍 那操纵的部分当然今天股价在高档 看起来似乎有一些震荡的一个状况 但这里让你从它的一个架构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 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偏向多方的一个结构 那如果说就它的一个技术线型可以发生到 虽然说昨天是留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黑黑棒 但它是跟这个无线管理过大的一个黑黑棒 今天反而出现了一个开地走高的发展 也代表说短线上来看的话 它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多方低界的一个动能 那但后续的部分当然就观察一下 目前从这个操纵一些相关的消息里面 看起来都是利多的一个带动 那最近整个一个量能的部分 也开始出现增温的一个现象 投信的部分的话 开始有一些小幅度的回补 但我觉得它后续股价要不要能够持续往上做一个攀高 还是要回归到整个法人筹码 能够出现比较明显转强的一个态势 另外就股价的部分的话 这今天盘中创了所谓的波段的高点 那留了一个上限 那当然大家就要观察一下 未来这几天里面 整个一个股价能不能顺势突破今天盘中的新高 因为毕竟如果就整个KD指标来看的话 也快要来到80以上的一个超买区 那过去几十来到80以上超买区的话 都进行了所谓的短线上的高档的一个整理 所以后续我觉得如果说突破了一个价位的新高的话 还是要伴随着量的持续出一个增加 另外在法轮筹码要维持一个稳定的态势 那另外一部分可以看到 像这个新能高的部分的话 最近在所谓的一个电动车 离电池这个区块 我觉得还是相当的表现相当的一个良好 那主要还是在说不管5G不管在电动车 其实在明年整个一个各家券商的展望 都是比较看好在电子业里面 比较乐观的一个产业 所以股价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近期在所谓国际上的一些相关离电池的个股 都表现出一个算是全球里面比较抗跌的一个族群 那新能高的部分因为蜜月挂牌的关系 所以整个筹码当然相对干净 那大家可以发现到在这个挂牌这几个交易日里面 第一个投行开始做一个积极增加 它的一个持股的水位 那第二部分当然外资有一些 所谓的一个调节的状况 但这里上来看的话 整个外资的部分的话 如果未来能够跟投行共襄政局 持续做一个加码持股 但我觉得整个新能高 它也许在这个蜜月行情都还要延续的一个动能 那这里上如果说它的股价 在近期能够维持一个 随着一个上涨量增下跌量 所有的一个隔绝的话 可能代表说它多方结构 我觉得还是相对的完整 那再来可以看到像在中港购的部分 但最近这个台积电的一个环平过关 大家会对它的一些相关的设备厂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那中港购股价前波段 因为所谓的一个风力发电的一个关系 一度出现创高之后快速的一个拉回 但股价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大底 你看它从这个10月份到12月份 每天都呈现一个亮缩的一个整理的态势 那目前股价在低档 呈现所谓的50线10线的一个纠结 今天出现了一个稍微带量 突破月线的一个反压区 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好像有一些底部完成的一个态势 但毕竟上档还有所谓的一个下压的期限 所以投资者可能观察一下 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中线转强的一个态势的话 可能这个季线的一个反压要做一个有效的突破 那目前就它的一个量能跟随的一个线形的角度来看的话 似乎季线要做一个一次突破难度是比较高的 因为毕竟如果说 以这个台积电的一个设备订单的一个想象题材来看的话 它不会每天都见爆 不会每天都利多 所以可能这个过去跟这个风力发电 那一段时间的一个枪掌的格局 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比较偏向就是说它可能未来这几天 会在这个月线之上进行所谓的一个震荡的格局 那经过一些时间的整理之后 等待所谓的一个季线的一个走平之后 那才会比较有效的突破 那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当然我觉得还是要观察一下 毕竟它上档的一个套牢反压 是B型反转下来的 所以上档压力是重重的 未来要突破所谓的一个压力区的话 一定要看到法人筹码 做一个积极的加码 那我觉得短线上来看的话 还是要持续观察几天 整个外资的一个变化 那再来可以看到在这个 今天比较热的题材 当然在华原的部分 股价在这边出现了一个整理之后的一个再度突破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盘中一度开低 回侧月线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强谈的格局 而且亮人出现了一个放大的一个效果 那先一段来看的话 但我觉得它可以观察一下 既然月线出现了一个多方积极的表态 那未来只要月线不破 我觉得都还可以做一个偏多的操作 那另外就观察一下 整理上这个华原的一个 今天的一个量能稍微放得比较大一点 那如果要突破前破 大概30块的一个高点的话 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整个量 要出现一个有效的一个表态 但以目前的K字 大概相对低档的黄金交叉 代表它基数面多方的续航的时间跟空间都还有 所以未来我觉得可以观察一下 在这个接近前高的一个反下去的部分的话 只要亮人出现了一个突破前波的一个量 我觉得整个股价要破前波的一个高点的机会 就相当的浓厚 那再来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的另外一档股票 这个如新的一个部分 整理上它股价的部分也是出现了一个整理之后的一个再度转强 而且这个波段其实可以发现到 如今几乎每一次碰到半年线就呈现压回的态势 但今天这跟K棒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整个一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实体红K棒的一个格局 好像上档的一个压力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减轻 那这点上如果说套牢的一个反压 能够出现一个逐日的一个消退的话 你看现在已经处到掌停板的一个位阶 代表它其实如果明天继续开高 就有机会顺势越过前波的高点 那当然我觉得整理上它的一个技术形态 底部的一个讯号就更为明确了 只是说必须要留意到毕竟就它的筹码来看的话 比较偏向内资短线上在卡位的一张个股 因为外资并没有积极的进场 融卷水位也持续在做一个退场当中 所以未来就要观察一下 融资是这一波的一个推手 那我觉得未来只要加续墙 融资续增就没有太大问题 但比较担心就是说哪一天在高档爆量 代表整个一个主力的一个 资金开始做一个抽退 那爆量那一天如果又出现了一个 股价跌融资争的话 那大家就不要小心这个筹码凌乱 可能股价又会出现 这些高档震荡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非常感谢永峰奇货林汉伟分析者 详尽解读 点到目前看到盘面当中 在今天抗跌走强的明星个股 未来的操作还是要遵送到 相关技术现行的变化了 不目前为止如新买盘的推升 来到涨停办的价位 另外还有像是华原啊超重等等 上涨幅度都有维持在4%以上的格局 持续在做留意 感谢永峰奇货林汉伟分析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